幸福歲月 樂火雲林 幸福歲月 國務長今年度第幾歲已經開始進修了 為了讓民眾了解稅務的相關消息 本年關稅務局特別日到日運動公衡行 大基盤競輪選賦多年 這個月是地價稅的開增 那我們知道稅收是國家重要的財源 那我們有納稅的義務 一定要誠實納稅 那我們國家才有財源來建設 來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一定要記得 11月30號之前要去繳納 我們這個稅務局很厲害 透過各種系統 你誰該繳什麼稅 一毛錢都課得到 所以還是誠實繳稅 花了繳稅比較好 進入租稅 選賦華黨主辦單位 也準備豐富大眾 讓民眾用法票對外跟莫菜 現場氣氛流來滾滾 好啦 先站在車子旁邊 待會對這種同一頒獎 同時我們今天有做一些 統一發票的捐贈活動 我們收集到的發票 我們會捐贈給我們 社會福利團體 完成大家公益 好啦 來來來 我益助這個活動圓滿成功 謝謝 除了讓民眾了解稅務的相關問題 國稅局也有機會 推動環保電子發票的觀念 希望提醒民眾修容的議員 電子發票設立一個專區 特別在增加100萬元有10組 那5千萬元 5千組的2千元的獎金 所以 索取電子發票 對納稅人 就是消費者最有利 本年關稅部叫 政令選党外黨現場 也有很多黨委來收聽 本年關警察局來加民眾 如何翻譯 本年在減稅 隨著總統立委的選舉 將將這件 來加強提出發票選 我們民眾要如何積極參與 來反會選 那在整個宣導活動裡面 我們已經把反會選的電話 還有相關的法子 都已經很積極的向民眾 來介紹和宣布 那民眾的參與也非常有利 用勤三更換中片的方式 來提醒民眾參加稅部 外黨議員 近一報了解稅部的相關消息 相信對稅部叫 推動進行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裡提醒民眾 這地價值已經開始經濟了 民眾要記得去交稅 以便比喻利息各款 記得你再參加